你好,我今天要报告的是青春不要动,痘痘肌肤又爱又恨的精油 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青春痘 那青春痘的定义的话呢 那一般来说青春痘是错疮的一个俗称 那错疮它是一个就是十分普遍的一个皮肤病 那它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皮肤下的一些皮脂腺 这边就是分泌的异常 然后伴随着毛孔阻塞所引起的 那皮脂腺它原本的作用其实就是分泌油脂 然后拿来润缓我们自己的皮肤 然后让我们的皮肤是不会太干燥 但是因为就是很多人进入青春期以后 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是比较旺盛 所以如果就是我们的皮脂腺它是通畅的 这时候你只会觉得皮肤是感觉是比较油而已 但是有时候因为有些人他因为不喜欢那种油的感觉 所以他会过度的一些清洁 或者是使用一些可能产品是有一些控油的成分什么的 然后造成一些角质啊 然后或是油脂的阻塞 堵住了我们的毛孔 然后造成我们的一些角质它在里面造成一些毛孔的发炎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青春痘 那一般成统青春痘的治疗的话呢 那其实包含了说就是一些吃的或是外用擦的 那原理大部分都是就是要对抗一些细菌啊 或者是一些分泌比较旺盛的皮脂腺 那通常这些都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方式 所以才会有一些青春痘一直不停复发的情形发生 那常用的方法其实包含了一些就是吃的 就是大家常见的一些荷尔蒙的调理法 然后还有一些A酸啊 然后还有一些抗生素等 然后外用的一些擦理药物的话呢 也是有一些A酸或是其他酸类 然后以及抗生素的一些药膏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果酸患肤 然后甚至是囊肿的注射 其实就是类固醇 就是痘痘症 然后还有一些雷射治疗等 那这个图的话呢 其实主要要表现的就是 这其实原本是我们的皮肤 如果正常来说 它就像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一样 然后是很茂密很旺盛的 那每一个毛孔它其实都要有一根毛 其实就像是每一个洞 它都应该要发芽 这是正常的 然后但是呢 如果我们的皮肤经过一些很清洁过度 或是使用一些产品不当的话 然后造成我们的皮脂线的一些阻塞 然后皮肤才会慢慢变得比较干枯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张图上 你就可以发现说 我们的一些就是 土地就开始有一些那种干干燥 然后一些军炼的情形出现 然后绿油油的稻田也开始看不见了 然后你看到只剩下一些杂草 然后如果这样的情形没有再改善的话呢 干燥情形只会越来越厉害 毛孔阻塞情形只会越来越严重 最后的话呢 就会很像一片荒漠 这个是案例一 它是一个27岁的上班族 那早期的话 年轻的时候是使用许多开架式的产品 那因为就是痘痘的情形啊 它一直没有改善 然后它有到很多一些皮肤科诊所去就是求诊 然后长期使用一些皮肤科诊识开的一些药 然后例如就像常见的抗生素 或是一些杜鹃花酸等等 然后它传统治疗的时间的话呢 差不多四年 那目前在诊所做的 它其实就是基本的一些产品 像是一些椰水 然后精油 高效 然后平衡 还有PGA 然后每个礼拜 它回诊做一次大幅免 然后目前治疗的时间 它其实从2011年 然后到现在 然后这个是它一开始 2011年2月22号出诊的皮肤图 那你可以看到它左边脸颊的皮肤图的表面 那你可以看到说它这个 其实是很干硬的一些纹路 然后真皮的话呢 其实是一片死疾 那也看不到几根毛 然后这个是它2011年4月16的时候 那你可以发现说 虽然肝的情形有那么好一些些了 但是毛孔阻塞还是很严重 那总体来说 其实它表面的纹路 还是并没有那么的漂亮 甚至其实还就是 还是看不到许多健康 或是正常应该要有的纹路 那真皮的话呢 其实还是雾萌萌的 没有太多的变化 然后这个是它4月23号的时候 那4月23号的时候 这个是它已经开始使用 精油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你可以看到说 它真皮的地方 开始有很多细小的颗粒开始跑出来 那表皮的话呢 也开始有一些些比较肥的 一些纹路开始出现 那在持续使用精油 一直到4月30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就是它有一些油油亮亮的 一些化学物质 开始跑到表皮上来 然后真皮的话呢 变化也开始比较大 然后原本是这种比较细小的 在更深部的一些颗粒 它开始慢慢会跑到 我们比较表浅的 就是皮肤上面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就是它的一些颗粒会变得比较大 比较清楚 然后这个是它3月26的时候 有在诊所做那个表皮代谢 那时候是它还没有开始用精油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术前的时候 它其实表皮是比较绷的 比较干的 那术后虽然一些表面的垃圾清掉了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表皮的纹路 还是偏干的 而且像这个 它其实都是太干造成的一些裂痕 那4月30号是它使用精油 差不多两个礼拜 到三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术前它就已经有一些 这种亮亮肥肥的 这种化学物质 已经跑到表面上来了 然后术后 就是一样做完表皮代谢以后 你可以看到说 它做完以后 它的一些纹路 其实出来的更多 那就表示说 精油按摩的这个动作 其实是让它的整体的表皮的一些松软 甚至让它整个代谢是比较好的 所以当我们做完表皮代谢之后的差异的话 你可以看见说 像如果我们表皮是用的比较松软的情形下 那在做治疗的时候 它相对它的效果才会比较好 然后这个是它一开始的表皮图 你看它是比较干的 然后真皮的话也是雾萌萌一片 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然后这个是它一直到现在 8月13号的表皮图 那你可以看到它明显看到有一些毛开始出来了 因为这表示说它的阻塞情形也开始慢慢有改善 然后表皮的纹路也变得比较肥沃 然后真皮的话呢 也开始有一些下面的化学污染开始跑出来了 这是它一开始来的时候 它那时候是因为一些就是痘痘的问题过来的 那其实它的痘痘就是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还好 就只有几颗而已 但是其实经由经由按摩以后呢 它原本就是阻塞在里面的一些颗粒 它就会开始慢慢跑出来 所以在5月14号的时候呢 它开始有了第一波的大排除 所以额头开始冒了许多小颗粒 连下巴也开始 但是一样都是持续使用精油 那你看到说它的额头的一些颗粒 就已经开始慢慢变少了 甚至是脸颊的一些痘痘也开始变少 然后下巴的也是 然后这个是案例2 他是一个21岁的学生 那之前的话呢 他也是使用一些开架式的产品 然后4年前他是因为就是红疹 然后听到医生开始建议 他使用一些医学美容的品牌 然后还有一些保养品啊 然后长期使用一些皮肤和医师 他所开的一些药 像是就大家常见的 也是一样抗生素啊 或是酸类的东西 那目前的话 他在诊所做的治疗 然后居家的产品也是使用精油 高效平衡PGA 那他是属于每两个礼拜 回来做一次大敷脸 然后他目前治疗时间 是从去年2010年到今年的9月 然后这个是他一开始的就是表皮 那这一开始的表皮 你也可以发现说 在他们一些长期使用一些控油啊 或者是一些酸类的 或者是一些就是 抑制油类的一些产品的人 那他们回来 他们来诊所看门诊的时候 他们表皮的一些共同的特征 都是偏那种干硬的 就是那种很干枯的那种感觉 然后真皮的话呢 他其实是你可以看到 他是整个是发炎很厉害的 那这个是他10月25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说 当他停用的时候 他的一些真皮的一些颗粒 他就已经慢慢跑到门口了 然后真皮的地方 你也看到说 开始有这种白色 一圈一圈一圈的 然后毛也开始慢慢看得到了 然后这个是11月8号的时候 是他开始使用精油 一个礼拜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就是他开始使用精油的时候 他的表皮的一些纹路 也开始变得比较明显 然后真皮的话 也开始有更多颗粒开始跑出来 跟之前这张比起来 颗粒也是变得更明显的 那11月22号来看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持续使用精油以后呢 那底下的那些化学物管 开始纷纷排到表面上来的时候 表面就变得更亮 然后真皮 你可以看到说红的清新 其实他也是比较厉害 因为他排除的反应 就开始比较明显的 然后这个是一样是他还没使用 那个精油之前做的治疗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做治疗之前呢 他的一些纹路是偏很干很韵的 甚至是看不太什么 看不太到一些纹路 那做完治疗以后呢 那虽然有一些纹路开始跑出来了 但是整体来说整个表面的表皮的一些纹路 还是偏干硬的 然后这个是他使用精油之后做的治疗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治疗之前 他的纹路其实就已经有开始慢慢出来了 跟没做治疗 就是跟还没用精油之前 他的纹路其实就有差别了 然后在做完治疗之后的话呢 他其实纹路就变得更漂亮了 那上面垃圾他其实清得更多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他的 就是 一开始 9月7号 就是第一次来门诊时候的表皮 那你可以看到他整个是很崩的 没有纹路的 然后这个是他一直到 今年6月时候的表皮 那你可以看到纹路都出来了 然后整个就是 也变得比较肥 然后上面的角质也没有堆得那么的厚 然后这个是他去年9月时候的一辈大图 那你可以看到说表皮有很多 就是他的一些红笋啊颗粒什么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些颗粒其实都清掉了 然后整个红其实又稍微在退一些 这个是案例3 他是一个27岁的上班族 那早期也是使用一些 开架式的产品 然后同样是因为痘痘的问题啊 到皮肤科医师那边去 就是求诊 那使用过也是一些皮肤科医师 所开的一些药 那一样是抗生素啊 杜鹃花酸等 那传统治疗时间是四年 那目前在诊所使用的产品 其实也是精油 椰水 然后高效平衡跟PGA 一些比较简单的产品 那平均的话 在诊所做的大幅面 就是一个月一到两次 那目前在诊所治疗的时间 是2011年3月到现在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他一开始来的时候的 左边脸颊的表皮 那你会发现说 就是跟前面两位一样 就是通常就是看起来 都是比较干扁的 然后真皮的话呢 一样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起伏 然后这个是他一停用 就是一些控的一些产品的时候 他的颗粒就开始排出来了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真皮层开始有一些颗粒 开始冒出来 然后这个5月19号呢 是他开始使用精油的 第一个礼拜 那你可以看到 使用一个礼拜以后呢 他就开始有许多 这种亮亮的一些化学物质 开始排到表面 那真皮的话呢 也开始有一些起伏 然后颗粒呀 其实也上来开始比较多了 那这个是他持续使用精油 到5月26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就是持续使用精油之后 他的表皮其实也有变得比较漂亮 纹路也开始出来了 然后真皮的话 红也有在退了 所以其实使用精油的话呢 只要你使用的方式是正确的 所以他不一定就是 也许一开始都会经过一些排除的过程 可能一些冒斗啊 红的情形出现 但是持续使用的时候 当你的一些表皮的一些垃圾被清掉的时候 你的纹路其实自然的蓝 它就会出现 然后真皮的红 其实它也会开始慢慢退掉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他5月26号的表皮 然后一直到他现在的表皮 那一样他这中间一直都是有持续使用精油 都没有间断过 那你可以看到说 他表皮的纹路就变得越来越漂亮 然后真皮的红呢 也开始慢慢退掉了 然后这个是他一开始来诊索时候的照片 那你可以看到说 一开始他也是因为一些痘痘的问题来 然后这个是他都还没有开始使用精油的时候 5月11号 然后这是他开始使用精油的第一个礼拜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痘痘啊什么 就开始冒出来 然后这边也是就开始冒一些颗粒出来 那其实呢 就是这个图片我主要表达的其实就是说 当一开始就是其实一些颗粒啊 粉刺啊 他原本都是就是原本就是都藏在你的毛孔里面 只是因为用一些空有的产品所以让他无法被排出 但是相对的他也会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干燥 那当当你停用那些产品的时候 然后开始你的皮肤慢慢会不健康 他就会开始慢慢排一些他不喜欢东西出来 那一旦排除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一些好转反应 像这张图就是他开始使用精油的时候 他的一些好转反应 所以他会开始冒痘痘会红 但是等到一些化学物质再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的颗粒就会开始慢慢退去 红也开始会慢慢退掉 所以呢 就是如果就是常常长期使用一些控油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客人啊 然后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表皮他的表现都是非常干枯的 那在诊所做的呢 其实就是把这些会使他就是表皮干枯的一些产品 或是叫他们正确的一些洗脸方式 然后让他们的表皮开始慢慢恢复健康 毛孔开始慢慢通畅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 就是他就会开始就是干的情形就会改善 然后原本是干枯像一片荒漠的一些土地 那就开始慢慢会冒出一些草出来 然后精油这个动作 其实他就像是一个挖土机在翻土一样 他是加速我们整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那加速的话呢 才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的一些阻塞情况可以改善的更快 然后原本干枯的一些就是情况 那就可以看到说他就会慢慢恢复成一片绿油油的田地 那在诊所啊 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其实就是我的脸不是因为太有成长痘痘的吗 怎么可以用精油呢 那其实使用精油的主要目的它是分为两种 第一个呢 它其实是藉由精油的按摩来刺激 然后达到我们的一些皮肤的新陈代谢 然后第二个呢 它其实是藉由精油的油 来加速我们就是堆积在表皮的一些角质 然后让它可以溶解快一点 然后还有一些阻塞在毛孔里面的一些粉刺 然后也可以让它排除的快一点 那常常很多人啊 因为自己就是觉得说我的脸太油 然后不停的洗脸 然后反而是造成一些清洁过渡的情况发生 那造成清洁过渡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酸性保护膜 那酸性保护膜呢 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角质的溶解 那如果酸性保护膜被伤害的时候 那你的角质无法溶解 它就只能堆积在你的表面上 那堆积久的时候呢 它进而它会就会阻塞住你的毛孔 然后就变成粉刺 那其实很多人因为一些电视广告的一些就是教育啊 然后常常认为说 就是要使用控油的产品 才是真正治疗青春痘的唯一的方式 那其实当你在控油的同时呢 你也是在抑制我们自己的酸性保护膜的形成 那造成保护膜如果被抑制的话呢 它一样它就没有办法造成我们角质的正常代谢 最后角质代谢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阻塞住我们的毛孔 那就会让自己青春痘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而已 青春痘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很麻烦的问题 那很多人啊为了处理它 那就是不惜就是到处去看医生啊 然后擦过很多药做过很多治疗 甚至换了很多的保养品牌 它都不会好 那其实他们主要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让自己的皮肤看起来 就像是电视上的一些明星一样那么的光滑 但是却不知道说如果他们使用了一些错误的保养品或是药品或是使用错误的洗脸方式 他们只会造成皮肤的发炎情形越来越严重甚至红肿然后最后就会被 诊断成像是九糟的一些皮肤问题 那其实啊只要做好就是正确的保养 例如就是不要清洁过度 然后使用可以长期通过肌肤检测的一些肌肤监测的一些保养品 然后彩妆品甚至是药品 就算是偶尔因为就是腺管阻塞所导致的青春痘 或者是一些化学污染所导致发炎的痘痘 也可以自己慢慢的复原 那谢谢大家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